《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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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其实命理是否一种科学来的呢? 我相信八成、九成的人 都不会觉得是科学 都是一个迷信的角度去看 找师傅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也是 但又可以从科学角度去看 科学某部份就是 性格决定命运 例如你这样的性格 你想工作的职位 想攀高一点 又难一点 例如我很聪明 我读到PhD 但我又想升职加身 但我又不交際 又不奉承 我做自己的事 没有 早几天我也是跟女生看的 她正在读教授 我认读PhD 我读她PhD是多少钱? 100万 她说现在正在做 公职业领域 我认识是有人跟着你 即下底有人 我看见你知名 我看见你知名 你下底没有名 整件事很奇怪 公职业领域 但下底又很名 你问一下自己 你知名的问题 就是说 不懂得说话 这些就是其中一部分 科学一点的 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性格决定命运 就是你八字的问题 即是有缘和一点 师傅 师傅 这种科学 怎样可以帮到我们都市人 我见到有些案子 两个都其实来说 是工作狂 精神又紧张 时间又长 那些人 接着又说 想有BB 不容易 IVF又不行 接着就找师傅解决 先看一看 双方的问题 例如 你知冲得太重要 如果冲得太重要 容易受引 甚至乎 有了 都不容易稳定 首先先看 两公八字 先看两公八字 是不是出了问题 两公補五行欠水 那就去找多些水的地方 看完八字之后 先在楼莲 最好的楼园 两公裤一起下班 去旅行 马尔代夫 浩吉 去这些多水的地方 去放鬆一下 人放鬆了 就会更容易 最重要是拉得紧 抹得紧 精神太紧张 放鬆一下 才会更容易 想尝试我 可以 给我一些资料 男的 看上去 他老婆有 有机会有 所以跟我说 赵师傅 挺 有些人会找我看风水 在家里有没有 那些 我的客人一定在家里 接触到 遇到一些 的事 他会入医院 洗钱和破财 他搬 就你搬 多多多